俄罗斯南部的高速公路上 长长的车队一字排开 似乎没有尽头 其中不少车上插着瓦格纳旗帜 全部都要前往白俄罗斯 有监控白俄军事行动的团体表示 这支车队由至少60辆皮卡 乡行车和巴士组成 连夜从俄国开进白俄 一路进到中部的财尔村 波兰特勤部门则证实 有上百位瓦格纳佣兵正在白俄 另外因为先前美国表态 有意军援乌克兰集数弹 引起俄国高层跳脚 并警告俄国有的极数弹种类 可是比美国还多 而且更强大 目前离前线越来越近的南部 炸波罗热核电厂 现在每天至少都遭到超过50次攻击 核灾威胁 除了核灾 也因为卡霍夫卡大坝被炸毁 炸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的居民 也几乎没水喝 得千里迢迢去提水 然而还有三分之二的居民 不愿离开 也无奈表示 他们已无处可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